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和大家看看國際新聞,國際新聞方面有什麼消息呢? 英國皇室好像很久沒什麼新聞,近日又有些事情,因為查理斯大壽,大壽這一刻竟然是爆出一些驚人來幕的東西,又有風雲色變,真是特別了,愛生士家庭也是不同的 另外,韓國藏室這個問題,引起在韓國方面極度恐慌,更加說,每個人都很驚訝藏室東西上身,現在那些人,哇,真是嚇死你,韓國方面那些人完全是,好像木乃伊那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另外,亦都會和大家看看日本方面,新宿過武忌丁街,竟然連環犬案,現在日本很混亂,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好,首先和大家看看床室的問題,因為現在韓國方面都很高度戒備,甚至大為緊張 床室因為已經殺到下去了,他本身在法國,英國,歐洲那邊 想不到,殊不知,在今年九月的時候,其實 韓國是有的,但是那時候都還未出現得很嚴重 現在說到越來越多地方出現都有了 而說在首爾市區的25個管轄區當中 有18個地區陸續有這樣的藏室發炎 龍山這個地方,成為重災區 現在在韓國,藏室完全攻陷了 因為部分的學校 酒店,那些寺廟,桑拿,浴室,操堂 出現了 那麼更加很多人很擔心,怕被咬之餘就拿回家 看到了,現在很多民眾很緊張,每個人就說出門口套著風套 裡面再套件連身帽,再用帽子套著頭 哇,真的 更加乘地鐵,每個人寧願站不想坐 因為那些布製,那些布製椅是會有很多 塞那的 有人又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地鐵凍冰冰 他們那些行布製,因為冬天人家很冷的 我們就說長期要開冷氣,冬天凍了多少 要相比別人的,人家負十幾度,二十度,我們這些 最多就是 單位數已經的人,好像下雪那樣 不同的 更加有人說現在乘工和交通工具的時候 看到那些床塞爬上那些衣服,他們坐列車 很擔心,大家分享,乘車的時候看到有些膝囊 拍死了那些膝囊 現在他們的政府就決定 開設這個床塞狀況委員會,監測床塞傳播的情況 因為最大一個問題 其實都是最主要 關乎天氣 因為 天氣異常 暖 遲早殺到日本了,現在日本都高危 專家就 拆解大爆發原因 其實之前我們都 已經說了,我說那麼熱 那些床塞一定是一個 非常 好的環境給他滋生 現在一海之隔的日本都開始警惕了 暫時未有 日本爆發的 警告 受到氣候變化,令到床塞一年四季都活躍了 床塞在日本就叫南京蟲 因為當時 打仗,二戰的時候在日本是很普遍的 自從他們的政府在1970年代 將各種的殺蟲劑普及化之後 床塞就已經消聲匿跡 現在其實他們都有 上升的趨勢 在 上年 他們現在的數字激增到六百多宗 之前是說只有百多宗 為什麼 因為正常的情況下 床塞在20度以下就會進入冬眠床態 但是現在天氣整天都這麼暖 你看香港30度 11月都30度 應該要冬眠的時候都繼續在 很正常 吸血了 所以為什麼導致大爆發呢 另一個問題就是關乎 那些普通殺蟲劑已經對藏室沒有效 我們 經常噴 等同食藥一樣 細菌會有抗藥性 藏室也會有抗藥性 當然 有什麼可以找天敵呢 其實有人就說找蟑螂 找蟹 甚至找蜘蛛 喂 大佬 這些 你拍死了 蟑螂 那些蟑螂被你拍死了 你怎麼會把蟑螂捉在自己的房子 當然你可以找高溫 隨著疫情開放 現在日本方面都擔心 會不會殺到日本呢 遲早的事 現在日本暫時都未叫做 淪陷 但是 大家在一些 關鍵字 旅館關鍵字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 就有南京蟲 這三個字 代表有藏室 有人就說 不如 首先選一些 比較高質素的酒店 五星級酒店 老實說五星級酒店都沒有用 沒有用 他周圍 難道人家五星級酒店 真的消毒得很厲害嗎 你說如果 你住那些總統套房很貴的那些 或者可能有 你普通的我覺得都是差不多 床單是會用高溫消毒 但本身是床有 所以 這個也是要 研究一下 我們另一段影片 說到床室 有些人說 把D粉 撒上身 黏筋的行為 現在更加有日本的教授就說 有一種 假眠作戰 測試床是否有床室 怎麼做呢 就說你睡在床上關燈 假裝睡覺 30分鐘後開燈 如果你發現床上有蟲 代表 大量床室的存在 如果你試過兩三次都沒有 你的房間乾淨 這樣 你還敢不敢去旅行 不去旅行也會有 人家惹回來了 不去就很糟糕 那些人說要去 但還是要小心 現在日本這個新宿 沒有既丁街 搞什麼 粒粒亂 連環血案 第一件事件 在深夜 有個女子懷疑 不堪遭到牛郎金錢 苛索 日本現在的女子 沉迷玩牛郎 真是 以為自己積女 在街頭 竟然拿刀 插牛郎 真是恐怖 東京警方收到報案 一位二十多歲的男士 表示被女人弄到吉祥 警察到了歌舞忌丁 花道街 發現這個男士已經躺在地上 流血 警察之後 沒收了這個女子的刀 進行盤紋 這個時候 那女子特別興奮 不知道為什麼 就說是我用刀插他的 把刀在那裡買 這樣 那女子又說絕不能原諒 我的人生被你毀掉 還說你想繼續破壞 因為說話說這位女士 過去半年期間 花在牛郎身上已經超過1800萬日圓 另一件事件 恐到說 出現了 有人跳樓 就說在中午時候 有一個 男士從一個非常出名 哥斯拉酒店的新宿東寶大樓跳樓 真是 做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 真是恐怖 這個男士當場死亡 二十多歲 懷疑應該在東京都內居住 沒有遺書 真是 挺瘋的 日本方面 疼痛 有人尋算 男人 洗在女人身上 一樣 大家都會有這些問題 愛情不是用金錢去換取 好 接著 真是看看拜登 什麼事 拜登做什麼 拜登就說 再次跟內塔尼亞湖通電話 討論戰術暫停的問題 拜登也忍不住要出聲 現在他受到很大壓力 拜登受到很大壓力 因為說到國內的 示威 拜登就說 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通電話 基於人道原因 希望你用戰術暫停這個加薩事件 根據白宮發言人 柯比表示 相信暫停戰時 能夠確保加薩民眾前往安全地方 令到人道物資 去到有需要的民眾手上 以及釋放人質 更加相信對話現在是屬於開始階段 會令到巴勒斯坦回教激進組織 哈馬斯得益 其實 某程度上 背後美國都覺得 應該要剷平 所以 以色列也是有刺無紅 真的 沒辦法 不斷打 忍命 唉 真是 好了 跟著 亦都給大家看看 哎呀 查理斯 怎樣 愛生事家庭 這個皇室家庭 真是特別多 話說 查理斯三世 75歲大壽 英皇 大壽 擺大壽 那些兒子 那些孫孫女女 全部應該要剷平 那皇室 英國媒體指出 皇室打算 在下個禮拜二開始 在倫敦 克拉倫 施工 為查理斯三世 搞生日派對 各位家庭成員 將會出席 但是 有料爆 就說哈里仔 雖然獲腰 就不會出席 哇 那之前哈里仔 爆很多大壽 和他爸爸都不太合 但是 媒體就說 五年前 哈里仔 當時你老豆七十大壽 都特意押後 這個杜蜜月出席生日派對 現在 那種關係 急劇轉眼影都沒有 那 而且 更加是 哈里仔 第二次 拒絕和他爸爸 共度時光 現在 現在沒有辦法談 有媒體自出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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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哈里 就否認他出席 就有事爆了 就說 都沒有叫我 這樣 生日也有羅生門 到底有沒有叫你 是不是沒有叫你 還是你自己 不給面子 說話不要亂說 究竟誰是 真是假裝了 搞笑 因為 這個媒體就跟進報導 哈里和夫人梅根 就說 我們不是 玩東西 不是拒絕 沒有說不去 但是沒有人叫我們去 這樣 有哈里仔的身邊朋友就說 根本是皇室 爆料特意轉而視線 這樣 就說 根本 兩夫妻都不會拒絕出職 是不是 懷疑皇室有意 特意放些風給傳媒壓力 轉向哈里和梅根身上 不知道 真是 這一家人 搞生日 搞到新聞 我也是第一次聽 搞生日也有新聞聽 真是 影真誇張 所以你說這一家人是不是 特別多事 皇室家庭 自從 英女皇離世之後 零射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好 另外 看看特朗普 特朗普 現在 勢頭就好像 好過拜登 但是 很多東西 還會繼續變 因為 例如他官非前身 一前 他去了 紐約曼克頓法院 就著 一宗 民事 欺詐 訴訟 出庭作政 竟然 他真的沒有改他的風格 在庭上多次和法官激烈爭 譴責 今次審判是一個恥辱 你是特朗普 第2個真是分分鐘的 你一二辯 法官多次警告他的發言時間和內容 因為特朗普和他兩個兒子 在紐約州被控跨大特朗普集團的房地產價值 以便得到有利銀行貸款和普遍的條款 你看到特朗普譴責民主黨 從15個 不同的方面追殺 發起了這個瘋狂審判 更加就和這個法官不停在這裏 涉劍唇槍 說到這一次 訴訟是一個政治干預 特朗普在這個 不同的層面 上面都可以繼續他的表演 真是認真 厲害了他的嘴 接著 看看緬北 緬北打得 真是捱著中國邊境 打搞到中國方面很緊張 打歪打 麻煩 另歪面 走過一點 但是沒有辦法 實在始終太近了 現在說到 緬甸北部 武裝衝突 造成多人受傷之後 有部份傷者更加轉送了中國雲南 醫院教治 多無辜 包括 一個小孩子 被炮彈炸傷腳 有傷者就說 他們在家煮飯的時候 突然有一輛炮彈飛了下去 聽爆炸 哇 幸好 他說沒事 如果不是 都幾嚴重 這樣說 那不是 你想想 突然飛了一輛炮彈 嚇死了 家宋 現在 你說不關不關中國事 怎麼也有關中國的事 沒有能夠避免 另外 亦都看 韓國 繼續有其他新聞 就說 有位女店員 因為 頭髮的問題 被人打 不是吧 頭髮 頭髮 不需要被人打 很囂張嗎 那個頭髮 囂張頭 是不是 在這個韓國 興尚南道 晉州市 河大洞 發生一宗喝醉酒的醉漢 毆打便利店 女職員 兩個人不認識 但是這位醉翁 打女人 就說 原來 女生 有一把短頭髮 啊 關你什麼事 別人喜歡 橙青 別人喜歡 烹頭 不關你的事 就覺得 這個女生是這個女權主義者 就說女權主義者應該被人打 有一把韓國那些 那些男女之間 都仍然存在很 舊時那一套 他們那些 比較年長那些 他們都是覺得 男是很兇的 男權那一套很大 是啊 很多事情都還未 很好 需要 改善 還要改善 不過喝醉就什麼都可以了 是呀 傻人都可以的 不過要坐牢 要判死刑 每個人都喝大兩杯 什麼都亂來 另外 有消息指出 普京決定 明年參選總統 將會 執政到2030年 那是不是真的永續呢 路透社 引述六位消息人士報導 普京今年6月 就平息了 雅加納集團的兵變之後 就開始加強 核心安全部隊 和武裝部隊 由於膠著的戰事 令到俄羅斯的支出 激增 有 消息人士說 普京 決定了參選 這樣 如果 繼續參選的話 應該 普京掌權時間 比史達林 以來任何一位俄羅斯領導人都長 厲害了 當然 因為現在 普京都面臨這個世界 包圍 西方社會 針對著他 在這場烏鵝戰事 底下 所以 普京也都面臨 這個管治的挑戰 不知道 會不會出現了 也可能有人說 當然要留婚 繼續你做 普京 這是爛灘子 有人幫你撿手尾 我才不撿 這個也是不奇怪的 然後 跟大家看看 在一家 美國 非常之出名的 共享辦公室公司 WeWork 在新澤西 聯邦法院 提交破產保護令 這間曾經估值有470億的企業 竟然 最後走向破產 根據 WeWork 申請破產保護令 表示 和絕大多數有 擔保債券持有人達成協議 並且打算裁減非營運租約 根據破產文件 他們這間公司的負債範圍大概是100至500億美金 真是 誇張 誇張 當時 這間公司 在19年 估值那麼高 得到軟銀的巨額 融資 但是因為上市失敗 引發一堆詐 負面事件 以後 市值不停 跌 真是 很多公司都搞不定 撐不住 沒辦法 另外 烏克蘭方面 這些 我覺得是低能的 打仗就打仗 搞什麼 就說在烏克蘭陸軍第128 山地突擊 就在日前公佈 就有19名士兵 在這個月的3號 因為俄羅斯空襲 而喪生 原來這個 意外 是可以避免的 連他們的總統澤連司機都說 根本可以避免的 為什麼呢 原來當時候 就說 出席着一場 那班士兵 出席着一場 授勳儀式 在前線搞授勳 你的荷蘭水蓋 遲些 打完場 你贏了任你班 輸了也不用班 你做什麼 冰空戰危 那時候 一班水蓋 你真是 然後人家說 看到這麼多人 還 扔個炸彈 這樣一鍋就熟 真是白癡 所以 連澤連司機都覺得 你有沒有搞錯 你們在搞什麼 大腦才行 另外英國方面 就想著 又搞罷工 嘩 為什麼罷工 英國傳媒就報道 今年他們都罷工 年中又罷工 醫療呀 現在又鐵路罷工 因為他們的 傳媒報導說當地政府計劃推出新規定 要求鐵路工人罷工期間最少維持 四成的列車服務 這樣 哎呀 這樣 會不會又罷工呢 工會批評做法 民主行不通 但是真是不知道 現在暫時 暫時 風聲就沒有 但是不排除 可能又來了 真是 不會了吧 近期這麼多這些罷工事件 接下來 也是旅遊旺季 好了 接著 看看以色列方面 現在就說 第一件事 以色列 已經作出了人類首次的太空戰 打到上太空 那麼厲害 英國傳媒就說 以色列 上個禮拜用了這個戰衫 的導彈防禦系統 在地球的大氣層外 擊落也門 胡塞武裝組織的 發射彈道導彈 所以就被認為人類史上第一次在太空發生的戰鬥 在太空那些 導彈撞擊而已 又不是真的有太空人在上面打仗 這樣 嚇死人 但是其實這些都預料了 遲早有多少衛星在上面 又說遲下有激光的 周圍都好像 你看到什麼 Iron Man 那些外星 全部都是用雷射激光 另外 剛才說了 拜登不是很頭癢嗎 因為現在紐約 有幾百名猶太人 在自由神像前示威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 有幾百名猶太活躍分子 在自由神像前和平示威 要求以色列停火 並且結束對加沙平民的種族滅絕轟炸 以色列方面 他殺得盛起 聯合國 18個機構罕有聯合聲明 要求人道停火 還要立即 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 以色列的文化部長就說 隨時用核彈 不是吧 竟然用核彈 真的嗎 因為他們說 加沙已經沒有非戰鬥人員在這裏了 全部都可以 即是沒有平民 一顆核彈去搞定他 這樣 這個 真是很恐怖 引起大家都關注 想不到 連普京都還沒敢用的東西 以色列真的殺到那麼恐怖 殺紅了眼要丟核彈 這一位 說到他們的文化部長 此話一出 引起了內塔尼亞湖 立即澄清 就說 沒有想著 沒有想著 不用怕 更加要求這位部長就無限期停職 真的 當然了 說話 說錯了 一會兒引起大家 真的 不幫你 你打核戰 對 真是離譜 英國主持 就訪問這個加沙 就說 痛失了21個家人的男子 竟然問一句引起大家的炮轟 說些什麼呢 就說這位主持人在訪問以巴戰爭中 損失了21名親友的 叫做來賓的時候 就問這位來賓 你和你的兄弟感情有多好呢 竟然 這個這麼白癡的問題就引起大家 要求你退出你的節目 老實 還在勾起人家的 傷痛 你質疑人家 不是吧 你應該 你沒有 沒有憐憫之心 你就不要說了 是不是 你不要走來這樣傷害人家 所以有時候 這些可能都是基於一種 心裏面 的想法 這個世界有對立面的 他們每個人的看法都不同 但是 你做節目的時候 訪問的時候 你就不應該說這些 崩口人的崩口碗 今天就說到這裏 下一節再說 拜拜